新闻大婆姐 回答新闻 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 在中国大陆经商超过25年的台商 廖金章先生 他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的画名叫做 塔山 被中共盯上了 从他在中国大陆长期 第一手的观察经验 来分析来谈最近的一些 两岸的时事 中共被欧盟告上WTO之后 马上很快地又以注册理由 来突袭禁止台湾进口的 大量商品 被解读是对台湾 以商逼政的极致手段 提前介入台湾2024的总统大选 台湾究竟应该要如何因应 能够治标又治本 而中共央视最近入股了 抖音这个软体 国际版的抖音TikTok 被美国七个州政府发布禁令 而且美国的民调 68%的美国选民 支持全美国禁用 国会两党议员在13号联合提案 在台湾包括TikTok 还有微信 小红书等中国的APP 是广泛的蔓延 而台湾究竟应该要怎么做 这对台湾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那中共的清零成为巨大的烂尾工程之后 极端封城上海的李强文明国际 他突然代表国务院 抛出了所谓两个毫不动摇 而这跟中共在20大的调性 向左转加速的说法 却差很大 究竟是中共放弃加速向左转 或者只是一个战时性的 战略性的退却 能够拉抬起中国大陆的经济吗 另外由于YouTube的审查的限制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邀请大家 前往一个新平台叫做干净世界 这里相当的安全 也重视用户的隐私 iOS跟Android都有相关的APP 可以下载使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 和大家安心的交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那个廖静章先生 今天再来这个节目 我们跟观众问好 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是 廖静章先生您好 那台湾的九合一大选之后 中共很快的新一波的 这个乙伤逼证手段 是不是已经来了 像欧盟12月7号 发表声明要在WTO起诉中共 当天台北时间 12月8号 中共就已注册室 有禁止进口 这个台湾多项的水产品 像秋道鱼 五仔鱼 鱿鱼等等 而且屏东的养殖业者 本来就养石斑 石斑被禁止之后 换五仔鱼 现在又被追 然后接着又卡关台湾啤酒 进门高粮 多项的食品 那台湾政府就说 这不符合WTO的规范 程序也不透明 而且中共对待台湾的条件 比对待其他国家 更加的苛刻 那台湾已经13次的 向世贸组织提出了贸易关切 所以想请教廖先生说 这一次有七成的厂商 就直接放弃补件 不要了 这怎么解读 再来就是说 中共还一直说不符合 但是却不说明理由 也不告诉你 这让人家联想到就是 好像那种 你懂得潜规则 所以你怎么看 中共这一波的 这个对台行动 在中国呢 它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你讲了什么WTO 其实他们不关心 这种土匪政权 他不关心这些东西 但是他一切都为政治服务了 其实我的解读是 突然搞这个 这个是第一 他要卡赖清德的2024 造成一种舆论 第二是他真没钱 他的外汇真的压力很大 所以说 我说过中国人吃的东西很便宜 他们在中国吃的一般什么养殖鱼类 什么五郭鱼 什么草鱼 市面上的价格大概六七块钱 一斤 我说人民币 但是我们 我昨天前天在那个 这个圣豪瑜的节目 遇到那个陈启仲主委 他说我们五载鱼 池边的批发价就在两百多块 台幣一公斤两百多块 那一斤就一百多块 所以一斤也就是说 池边价就三十几块人民币 送到中国去 那一斤不是要卖一百块 所以政府已经觉得说 我不需要把钱用在这方面 就是太浪费这个钱了 其实他党里这个 他希望形成一个 以伤逼政 他觉得说 农民会觉得说 你看都是你民进党执政 你赖清德要上来 你赖清德说你是 是那个台独的政治工作者 他觉得说 所以你被禁 他以为台湾农民会把 这个怨气转到执政党去 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说法是 不了解台湾的民情 我认为台湾人 因为南部农于民都是本省人 是 台湾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 是一个重视词感文化的民主 有羞耻心的民主 不打扰别人的民主 我们是一个反攻自行的人 所以一般人不太会去 就是说 他也很知道 这个事情早晚要来的 是不是 台湾人说站着赚钱 我不要跪着赚钱 你一把刀一把剑 天天捶在我前面 我知道它会掉下来 什么时候掉下来我不知道 不如你早点掉下来 可以给我死心 我要把市场可以分散 其实我们很多农产品的分散客户 我前天听了陈吉宗主委 他说我们分散做得很好 并没有因为中共卡我们农产品 我们造成农民的问题 甚至很多价格还比当初更高 也就是说 在台湾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之下 我的产品不是天这样掉下来的 是我努力去耕种去养殖 这是我的心血的 是吧 结果你说近就近 然后呢 你要我随时随时接受这种不确定感 我认为台湾人应该是有这个骨气接受的 应该有这个接受 所以为什么会台湾有七成的 讲他不愿意再去申请了 很明显的 我这东西 你是搞政治 你各申请没有用 政治他就是没有道理讲 你刚才讲道理是没用的 所以台湾人看懂 这个我是很欣慰的一件事 我们的龙渝民他看懂我之前 他宁愿不去申请 这件事就表示台湾人 并没有把他责怪给政府 他知道是你共产党在搞鬼 这是一种很清晰的认知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个就是告诉共产党 你们所谓的 口中所谓的农民 在中国农民是很低阶的 是骂人的一句话 你是个农民 在中国是个低阶的 但是其实共产党要起来说 他是同显工农阶层 结果到这个工农阶层还是很惨 当然啦 他不是说杀土分田地 分了两年 又收回来 确实分了 分了两年 现在不是杀这些富豪分材材 也是一样 都是那一套啦 所以说这个东西 台湾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什么叫农民的 那是有土地人的叫农民是吧 那是有资产的 那叫产丘好不好 共产党那叫产丘 跟你们的素质不一样的 所以台湾的农民 他看懂这些事嘛 渔民他要补鱼一艘船也好几千万 他不是你们所谓的无产者 他是有产者 所以这些人也是有一定的素质 他已经看懂了共产党的问题 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我不如先再来 那很奇怪 你看中共当时这个 大量的来台湾这个采购的时候 或去其他国家说要投资的时候 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 像当时说来台湾买水果买什么 讲的很多到最后都没有兑现 但是现在呢 他现在说他不买了 他其实像您刚讲的 可能是因为他外汇美金不够了 但他不买的时候还包装成说 我是说你有问题 然后我不让你买 他一定要这样 做政治打击 他一定要这样 要不然哪一天 他拿不出外汇的不是更丢了 所以说他这次是一箭双雕 第一可以打击你 他认为可以打击你赖清德的选情 第二他觉得可以省外汇 我认为大概不外这些 所以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 他本来就不是讲道理的国家 那就完全证明了 当时反而美洲贸易战打得有道理 因为他就是当初加入这个WTO的时候 承诺15年内要做相关的改革跟承诺 他到现在不但没有做 他到现在WTO里面 规定被他搞得乱七八糟的 他就摆明我就是流氓 你把我怎么样 你不觉得他的做法一直都是这样吗 是 人家全世界最有素质的一个场合 叫外交场合 人家都温文如雅 然后结果派了 他们派几个流氓出来 赵立坚 其实这个是直接让全世界看懂 原来你们的外交官是这个素质 人家说你们是流氓国家 是你们自己来证实你是流氓国家 他的一切都是这样 什么WTO他什么时候遵守过 他要遵守的话这个世界就太平了 他不会遵守的 所以我常常讲他们之前那么穷 是因为WTO才让他有机会把货卖给全世界 我九几年就进去了 九几年中共还很穷很穷 两千年左右加入WTO之后 他的贸易现在跟全世界可以做 所以他的那个工业化才真的是 那个工业产品才真的是蓬勃发展 是不是 但是他也没有因此要去遵守 WTO的规矩 那我们接着看到就是 台湾在这一波里面 像加德凤梨酥跟义美食品 两个老字号就透露说 因为中共的补件要求 到他们涉及公司的配方等机密 所以他们就放弃补件了 甚至义美是两年前就放弃了 那台湾的政府食品药物管理署 14号也证实说 中共确实要求台湾的指定的产品类别 要提供原料配料在产品中的占比 要提供产品生产加工工艺 以及厂缺平面图与车间平面图等资讯 在台湾不在大陆 无关公共安全 这合理吗 再来就是说 中共其实长期以来就很为人诟病的 就是他施压要求外商提交机密 也有一些国际企业疑似遭到 骇客攻击窃取机密 结果不久之后 那招牌产品 就突然间由中国大陆的竞争厂商 然后以低价仿冒 在国际跟他竞争 有大厂就这样倒掉了 那台湾的农业业者 也有养殖技术 水果农产的皆知的育种技术 被弄到大陆去 我记得我在大概20年前的时候 其实台湾想要希望大陆 那时候WTO 承诺这个智慧财产权权 专利权的相关的保障 甚至育种权等等 希望台湾农民可以过去这样子 然后一起发大财 结果反而是大陆拿了台湾东西之后 反过来低价跟台湾竞争 所以我想请教您 这个怎么看说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特别是刚刚居然要求 厂区平面图跟原料占比 这是合理的吗 当然不合理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吗 科技业它就是说 我要市场化你的技术 这个他们已经搞了很多年 也不是今天开始搞的 搞了很多年了 可笑的是我们台湾的农业 当时很多人到海南岛去 海南岛去 农民很多人去海南岛 然后在广东 广西这边很多台湾人去 把所有技术都带过去了 中国奇怪 中国水果都很小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中国 它水果都很小 那时候觉得台湾的水果 都这么大 那么漂亮 那么好吃 为什么中国那么小 后面发现中国怎么在长大 原来是台湾人 把技术带进去 我可以跟你讲 台湾进去搞农业 没有一个成功的 一个都没有 做工业还有很多人成功 农业没有一个成功 我也认识一些 认识一些人 最后都是玩景凄凉 技术被人拿走之后 你说你跟他租 租这个地 他说我租二十年 随时把你收回去 他们想没关系 他把我收回去 他要补偿我 没有补偿过你一毛钱 所以说台湾人 在这个农业上吃的亏 台湾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他们一般以为说 只有说工业上吃的亏 农业吃的亏才大 但是一般人这些老农 他会他也不说 他不会 台湾人爱面子 不会跟你讲 我是中国 我中国亏惨 但是这个事情 确实中国人的逻辑就是这样 你要把东西卖给我 技术要一起给我 这个是他们一直 为什么称为流氓国家 就是这样子 但是美国人不就是因为这样 才开始跟他对抗的吗 台湾人一直没有这方面 有组织的一些行动 我认为台湾的政府 对这方面可能是有一 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够严谨 不够严谨 真的你让这些技术 一点点流光了 那未来怎么办呢 对 我现在听到我们 很多农业技术 变成我们第一家被他们竞争 反而压力很大 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农产品那么便宜 我刚刚讲过 那个雨的东西 水果的东西 中国水果很便宜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普遍还没有达到 吃水果的习惯 因为还在温饱阶段的人 有啦 有人会买水果 但是不像我们台湾 基本天天家里都 全民都在吃水果 天天都要吃水果嘛 不一样 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你说那些打工人 一个月会吃过一次水果嘛 很少啦 而且有从台湾 把水果卖过去 加上层层剥削 加上这些关税中的 卖得实在是 真的是很贵的 也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 所以他这个顺利 顺利把你封了 因为他也不愿让你发现 原来我中国人也吃不起啦 我一直讲中国 其实只有14亿人口 真正能够有消费力的 我认为不到1亿啦 以前我认为大概1亿啦 有消费能力了 现在我认为大概 实际上5000万不到啦 因为这一波把经济打下来之后 绝大部分人 现在的状况是很惨烈的 很惨的 加上房地产你也知道嘛 是 房地产现在 垮了一塌糊涂 最可怕的就是 这两三年内买房的人 最可怕的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房地产跌了之后 他付的首付啦 已经交了那些贷款啦 加一加 不到他剩余的价值 是 所以太多人在断工了 这个是很 真的是很厉害 这个不是说我们 这个是真的 真的太多 中委很多朋友在断工 对 他不像美国 断工了就断工没事了 断工了共产党 还要把你拍卖之后 还说你还欠我200万 我已经交了100万 然后又贷款了几年 交了几年贷款 他现在说剩余的 把你拍卖之后 你还道歉我200万 我之前已经花了100多万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了 一来一往我可能亏了300万 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个国家走到这个阶段 其实坑杀的都是中产阶级 说真心啊 农民也没有多少钱让你坑杀 他们所有的目标都放在中产阶级 中国基本上 他地方财政40%靠卖地 40% 现在地卖不出去啦 其实确实到处的地都在流标 然后人民也不敢 你在怎么忽悠他 现在他是开始减建立 降利率你知道 中国利率很高 我们台湾可能买个房子 利率可能2% 他们最早是6% 这么高 6%算低了 民间贷款都10几20% 在中国借钱 民间贷款至少都15% 但国际利率现在走那么低 他这么高 他就是这么高 除了他现在全世界在升利息 他在降利息 他以前太高了 以前中国经济还可以承受了起这个利率 而且中国人很简单 他认为说这个房子买来不一定要住 他会涨价 所以高一点利率他可以接受 但是当这个房地产整个崩塌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能承受得起了 所以我说中国是个系统性崩塌的国家 他崩塌下来是各行各业都在崩塌 但他其实房地产崩塌的危机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年前 就各界都已经在讲一定会崩塌 为什么还会让他烧成这个样子 因为中国人不相信 我在中国跟很多朋友讲 我三年前就跟你讲 你们要小心 要很小心 你们会迅速反平 其实中国人不相信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 是 我也 我刚刚在微信上讲说 中国的房地产要崩塌 讲了三年到五年 没有人相信 那现在真的崩下来了 中国是一个很好忽悠的人群 没有自由媒体看不到消息 就是因为这一群人太好忽悠了 所以共产党为什么可以这样堂而皇之执政 他用大内宣随便一宣传 人民就跟着 就跟着附和了 所以中国现在 你看他们每一个人说 结婚一定要买房子 什么战母娘买房子 这东西宣传几年 大家都很清楚 其实我相信 现实生活中我中国的朋友 经济稍微好一点 人家没有人在拿彩礼的 根本就没有 都是政府在那边宣传的 要彩礼 要房子 要车子 逼着你年轻人去消费 所以这一切 共产党他们的整个宣传 他们是有一整套计划的 对 他的官方媒体 其实中共控制又审查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他要 他真的要改变一些事情 他可以去做 但他没有做 他还去让那东西 一直被扩散说 那样的风气 一定要买房等等 因为他为了卖地 他们的地方财政 是靠地来的 卖地来的 你说你想想看 上海有那个房子 一平米三十几万 我说的是人民币 一平米不是一平的 不是台湾平 你说那个价格成什么样 一平大概是 我们台湾的平米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然后要多少钱 三十几万人民币 那你把它算一下 上百万台币 什么上百万台币 你算一下三百多万好不好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 他们故意去 他把大城市最高指标 让你看 人家买三十万 所以我们这边呢 比如说我们东莞 现在三万多两万多 那个还会在涨 所以每个人都想 那个还会在涨 是 房地产涨是中国政府的行为 不是人民是被忽悠来的 市场也支撑不起来 那我们就会看到就是 像民运人士王丹就认为说 这一波中共的行动 他就认为直接解读是 中共已经提前在介入 2024总统大选 是的 你怎么看 一定就是这样子 赖清德目前来讲 我相信他是民进党 唯一的人选的 我认为不会再有别的人选的 但是赖清德曾经说过 他在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说了一个话 我是最忠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个事情在中国那边 他有很深的印记在的 他有很深的印记在的 所以说他已经开始 在打赖清德 而且赖清德出来说 我要选党主席了 这是表明你已经宣誓选总统了 他开始要打你 但是他 我昨天才在这种节目讲 讲说他没薄 他已经没有招数可以用 我觉得这招很low 说实在很low 因为我觉得说 我刚刚讲过 台湾的农民又不是那么傻的人 他知道冤有头再有主 谁断我的产品 不是赖清德断的 他以为就像中国一样 这么好忽悠 跟你讲都是因为你 才害得什么 不会的 台湾人是会去找那个根源 这就是这句话 冤有头再有主 所以他这个事情我认为 做得不漂亮 所以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一个 他找不到方式去做 你不觉得共产党对台湾 其实他没什么招数吗 除了超限战 他确实收买了很多人 我再讲一下 我再讲一下 最近很多民进党的人被收买 对不对 我不讲谁 大家都知道吗 很多人 因为很多中国朋友问我 最近为什么民进党那么多人被收买 我说很简单 国民党亲共大家都知道 好不好 因为这种事情大家已经都司空见惯了 我在收买两个三个民进党的 而且还是比较有那个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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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就那几个 你也知道吗 民进党最资深的人 很有效果的 很有效果 这是打学历打什么的 你不觉得效果出来了吗 其实我听过学者说 这个其实中共他买 是两个阵营 他对任何国家两个阵营都去买 然后让他去制造分化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以前民进党没有看到谁被买 这两年开始有了 那么这些人突然变得 是民进党很资深的人 突然讲那些话 是真的想象不到的 以前没有民进党被收买 现在好像我是认为 这个是一个战略 反正我在收买100个国民党 效果没有买你一个 民进党的效果好了 所以这一次大选输成这样 各种原因都存在了 都存在了 超现战人家真的打也是一流的 那我想进一步请问 像因为我记得赖清德他说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 其实他稳住了台湾的独派 因为他说的是中华民国 他是可以接受中华民国 因为以前的独派是要台湾共和国 但是赖清德讲说中华民国 他可以接受之后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很多台因为很多独派相信他 所以其实民进党政府 反而可以往中间路线靠 能够稳定这样的力量 所以照理说 而且他还讲过说 亲中爱台 他是反共 然后希望帮中国大陆民主化 但他一直说 我是亲中爱台 就是说他认为是 我是可以亲中国人的 然后爱台湾的 只是我们要帮助中国人民族化 他是这样的一种亲中 所以照理说他这样的路线 其实跟以前传统的国民党路线 是在大方向上 其实是在某一个阶段 未来要不要两岸同意 是另外一回事 但在这之前的话 事实上 等于是蓝绿河流 所以他这样打赖清德 不就等于说 你台湾你任何人都是独派 我只能这么讲 共产党他没有看懂 我跟你讲 要滑独还是台独 如果让共产党选的话 如果你必须选一个的话 当然他现在说滑独台独都属于台独了 你要滑独还是要台独 共产党要选 他应该选台独才对 比较好打 不是比较好打 什么叫台独 台独我就离家出走 我台湾是离家出走叫台独 滑独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有跟你分家 我还是用中华民国 我是要跟你跟你争这个中华的 逐入中原 逐入中原 所以这个道理他不是 他不会不懂 他怎么会不懂 中国人是很期待国民党 我在中国认识很多很多人 那个叫国粉 中华民国的那个 中华民国派 他们是很期待国民党 王思回归 所以说你如果 你如果让台湾继续用滑独的话 对共产党伤害比台独还要大 但是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把你两条路 台独滑独 以去归为台独嘛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法理上就一直提醒世界说 中华民国比你早存在 你才是真正的叛国者 对啊 是啊 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存在 对他是有合法性的问题 是吧 我中华民国一百一百一十几岁 你才七十岁 你还说我不合法 所以你是有合法性的问题嘛 这个就这个是他们最怕的 是 共产党最怕这个 他没有他没有真的很怕台独啦 他是境外势力苏共的 这个共产国际 那我继续请教 就是其实中共这种 技术性的贸易霸凌 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 特别是贸易战前后到现在 对日本对加拿大 对澳洲对立台湾等等 比较显著的 那更不用说以前长期那种 要求教机密 要求教科技 跟各种的小手段 这是比较堂而皇之的这几个 再来就是对台湾 所以你觉得说 他已经在这么多国家 在WTO上对他要跟他算账 然后他现在又对台湾这样做 您觉得台湾的政府跟业者 在因应上 我们如何能够从治标 或治本来说 有什么可以做的做法 你说去WTO去告 告也是要告 这是一定的 这个程序是一定要走的 但是也不要太多期待 WTO对中国本来就没有 没有什么限制能力 就是这样才要CPTPP 对嘛 所以说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川普 川普不是说那个WTO的法官 他一直没派过去吗 其实这个东西 大家都会 都已经很清楚了 其实大家都还活在这个 在这个框架之下 很多人不愿意去打破这个框架 但是你要认清楚 共产党一定不会遵守这些东西 他从接入WTO那天 他就没有想要遵守了 他也从来没有遵守过 那世界 世界一直在妥协 全世界都在妥协嘛 因为大家都觉得中国市场好大 其实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 你看看日本人 日本人政府花钱让日本的工厂 搬家 日本人有没有破例 日本人比我们台湾有破例百倍 就是从大陆搬回去 不是搬回去 是搬出中国而已 你只要搬出中国 你的搬家费的时候 政府帮你出 搬到第三地我也支持你 对 是这样啊 这个最两年的事嘛 但是你看韩国到今天 韩国到今天还在依赖中国 所以你看之前 文在寅这五年来 简直是荒唐至极嘛 基本上把韩国卖给了中国 隐医院上来 他成亲美的 但最后他现在态度又开始暧昧了 这就是因为你逃不出中国的手掌 你一直靠中国的市场 产业依赖很大 但是其实这个也很危险 不管你跟中国什么关系 中国已经都没有消费力了 未来中国消费力会急剧向低 他们这两天不是 前两天不是公布了吗 他们的外销减少百分之40 外销减少百分之40 也就是说整个产业供应是已经断掉了 这不是说我自己讲了 我四个月前我就开始这样说了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他们说人家说他有百分之三的成长率 我说至少互百分之30到40 互百分之40的资料已经出来了 你觉得他有可能再恢复起来吗 供应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我们台湾人帮他搞了几年才建立这个供应链 加上WTO才让中国整个起飞 人家习近平一开心就把他打断了 然后他现在说我现在明年开始我要发展经济 然后又要把他接回来 像儿戏你不觉得吗 事实上经济有那么好搞 现在就没有穷果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很多人在这次可以看懂 我是认为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是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看 就是2024大选 中共以往都会透过对台商 对台湾的所谓的在地的各种的代理人 进行安排跟收买等等的 还有现在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 TikTok跟小红书等等 APP在国际上的资源问题 跟思想的影响问题 在很多国家受到关注 台湾在第一线要如何对待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星大破解 台湾有多少人在中国大陆 那根据这个在有媒体报道 在疫情爆发的2020年左右 当时估计大约还有120万人 长期在大陆 那这大约是占台湾总人口的5% 主要是为了经商 那历经中共打击民间企业 疫情限电 供应链的迁移重组 还有极端性的封城等等的 许多的震撼 那这些台湾人 未来他们的动向是很受关注 至少涉及了国际供应链的走向 跟台湾的未来会如何走 那过去呢 我们有听说过很多这个中共的手段 像施压台商啊 各种的方式 以及呢收买配置各种 在台的代理人的模式 例如呢 就有曾经有外媒卧底调查 台湾有一个所谓的爱国同心会 他的会长就是以台商角色 在大陆 然后中共呢 不会让他亏钱 然后在台湾呢 去做很多配合中共的事情 那所以请教廖先生 您的经历 见闻跟观察 就是您认为说 中共在2024大选 您认为可能会怎么做 您的观察 再来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您有什么建议 给台商朋友 还有就是说 台湾选举制度的变革 有一个不在籍投票 一直是被讨论的 那不在籍投票的一个关键就是 要境外能不能不在籍投票 因为这攸关说 在海外的商人啊 还有台商 他们投票公民权的行驶的方便性 那是不是每次都要搭飞机 回台湾等等的 那当然中共就会有机票补助 之类的东西了 所以您怎么看这几个问题 不在籍投票的 如果是中国绝对不可行啊 我如果你不在籍投票 是在中国的话 你这个信在寄出来之前 他一定会跟你检查 他真的会这样做 你不要把他当正常人啊 所以反而会增加 我们台商的风险 当然啊 绝对的啊 你以为你从中国寄东西出来 他不跟你做检查啦 你要不在籍投票 你尤其是让选票 他绝对给你检查 至少会让台商产生恐惧感 我如果刷民进党的 被他检查到会不会怎样 所以不在籍投票绝对不可行 台湾因为有一个中共的 这么大的敌人在 这个是我真建议不可行 未来中国会怎样 就是说影响台湾的选举 他这一次这个 这个所谓的代理人的嘛 所谓的超线站 他确实做得很好 我们民进党似乎没有招架的余地 似乎好像也没有去招架 你看Tiktok嘛 还有我们那个 YouTuber的短视频嘛 对 一大堆 清理社都是这个啊 清理社都是反 而且真的讲一些非常非常 反文明的事情 非常非常没有智商的事情 但是讲多了他就会信嘛 他讲什么台积电被美积电 这些东西都居然有人会信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事情上 我真的有时候找一个时间 好好的把台积电论述一下 很多台湾人真的会认为 以为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是学电算系的 电算毕业 所以我多少了解一点 台积电没有可能被那个什么 美国拿去啦好不好 台积电指示干嘛 指示在美国生产那个 连美国的军工产业用的不够啦 哪有可能 他是不可能商用的 第一他成本太高 他产量有限 美国人不愿意把他的军工 武器的芯片放在海外做 他不放心嘛 台积电就是我把这个厂 放在美国去 所以他产能有限 他也没准备要商业运转 因为商业运转之后 跟台湾是没有竞争力的 但他只做美国的军工企业 都快不够用了 这怎么会掏空台湾呢 我们帮助我们的盟国 把科技发展来更好 他是会推过头来帮我们的 这个帮美国就是你帮台湾 这个东西不讲清楚 我们民进党没有人去论述这些东西 就让他让他这种超限战 这样到处到处满大街这样 造成他今天这个后果 他应该要去 真的要去检讨这个问题 你说去把那个TikTok进了 我看以台湾的民主国家 以蔡英文的 他的理念里面 他应该不会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 我们看懂的人 更多的去传播这些东西 其实我也拍了很多 那个YouTube的小短片 我也一直在做这个 希望能平衡一点 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因为我们个人的能力 是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所有的台湾人 有事之事 你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这些都是谣言 而且都是很粗糙的谣言 你不觉得 人家说白菜话都不能说 讲的真的是很粗糙 很容易都被戳破了 但是这个确实在 台湾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确实是很遗憾 但是我是觉得 也不用太遗憾 因为我们还真正的决战 是2024 地方政府当然也有影响 不能说地方政府 就跟抗中保台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但是最有关系的 还是总统大选 我就觉得台湾人 如果2024年没有保住的话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很简单 盟国不会再信任你了 现在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就是说 因为盟国盟军 我们现在很多盟军你知道 美日北约 欧盟这个事 你如果这个时候让人家觉得 你连总统都是选出一个亲中的话 你现在敢把你当盟军吗 美国它的国防授权法 不是要给你100亿的美金的内容器吗 这些东西人家还敢给你吗 为什么到今天我们没有F35 你没有那么懂吗 他怕你军方叛变 因为你有很多蓝颖人在里面 这个很简单 你想想看 西加坡都有F35 韩国有美国有 唯独管控最前线的台湾没有 为什么 他不敢给你 你台湾你有多少 多少亲中的将领 你不知道吗 所以我们真的是 其实这个两党 这个照理说反共 都是两党的一个共同的 照理说共同的光谱 选民应该要去共同督促两党 都是往一个 我们全民的主流名义来走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您 那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介入 就是对台商的施压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台商朋友 因为他们可能很快 甚至可能现在就在遭遇了 其实我说 只要不再起投票我都不怕 为什么 哪怕你说补助你机票回来 我要投给谁你怎么知道 我还是那句话 台商的蓝绿比例 跟人民的蓝绿比例是一样的 很多人是中共补助机票 我回来投给谁 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倒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 偏绿的人在中国的时候 他我们都是闭嘴的 尽量不说话 因为会惹麻烦 但是我也觉得 我的朋友好像也没有受影响 也没有说因为这样我就去 就去亲共也没有了 这种东西都是 每一个人人的骨气是不一样的 我说这个 这个人的本性在那里 他是不会被改变 当然因为现在留在中国的台湾人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资产处理不了 他要变现 不要说钱能不能拿出来 变现不了 我很多朋友几套房子卖了 卖了几年你知道 卖不动 连看都没有人来看 当然可能说 深圳上海北京 这个地方可能是可以 最近不是很多人 豪宅不是一半价格卖吗 他还是卖得动 二线城市 你这样一半也卖不出去 房产清楚已经见到了 足够四十亿人住 等人口再往下降 这个我在中国常常在讲 他们都不相信 他们很容易被忽悠 政府给他忽悠 他们就信了 其实这个道理他们都懂 因为你去每个小区 去看 晚上去看就好了 入住率都不到十分之一 每一个小区都是这样 一直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房子都卖完了 早就被购买 因为他们 中国人不是每个人 都有能力做生意 但是他们有钱的就是买房 所以才会造成 造成你今天 共产党看准了你这种特性 所以他才能把他的 他的财政的重心放在卖地 这也是你人民太容易被忽悠 然后共产党就开始利用 你中国人的这种特性 造成今天这种不可收拾 真的叫不可收拾 他的房地产叠下来 生不见底了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们现代人 几乎每个人都是 高度依赖手机 到哪里 睡觉都摆得很近 但这就紧密攸关隐私 严格来说的话 我每天带这个东西 就影响我的数据 影响我的思想 影响我的生活习惯 而这个东西 严重来说的话 就像我带个 如果他的权限 能够被拿走的话 等于就是我好像拿一个 窃听器随身带一样 但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里面装的是 中国的APP 而中国的资讯公司 又中共跟他要资讯 他要无条件的上报 甚至中共现在还入股 所以您觉得说 您怎么看像Tiktok的小红书 因为我就听说海外 有媒体人就很关切 台湾好多小孩子 国中小学生在用小红书 还不只是Tiktok 小红书 然后再开始流行 用简体字 那他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对年轻人的思想 到下一代的时候 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的两岸观 他们的一些价值观 整个都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就很担心 您怎么看说 这几个软体可能 对台湾的影响 特别是您在中国大陆 您也长期使用 像WeChat等等 在大陆必须要使用 怎么看 我先讲 这些东西 你只要用了他的APP 在那边就是裸奔的 裸奔 我不是说过 我在中国 有一些所谓的民主群 我们不是被喝茶吗 我们一起被喝茶 警察就把你 就这样丢一份给你看 你看你哪一天 在哪个群 说了哪些话 我告诉你 完完全全是透明的 完完全全是透明 所以我们也 被找去喝茶 我们也不辩解了 因为全部都在这里 你几月几号在哪个群 说哪一句话 什么什么 他一叠给你看 我看真的没有错 都是我说过的 就是说 微信能够做到 TTOK当然能做到 是吧 这个是因为 人体他们开发的 跟服务器是他们那里的 他们的伺服务器 在他们那边 很容易 而我们在中国 在微信上受了很大的伤害 就是我跟你讲 完全没有 我不是之前讲过一个笑话吗 一个新疆的朋友 他们在打牌 然后他钱快速光来 跟他发个微信 跟他老婆 没子弹 送子弹来 他这个他老婆还没送钱来 警察把你抓走了 我跟你讲 中国人 中国在对你的监控 到了这个程度 你想象不到 至于TTOK 那个更不用说了 他就是一个洗脑的东西 其实他们所谓超限战 就是多在用这些东西 我一直 我们一直都理解 但是你说蔡英文政府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个魄力 所以像以前苏共 在渗透美国的时候 他们就曾有计划披露 他们的这个渗透 是以十年五年 十年十五年为一个 一个世代为一个目标 一个阶段的 很可怕 真的很恐怖 这个事情再不进 台湾 为什么台湾是反共最前线 但是调查起来 台湾的反共人数 比例反而不高 对那个中共反感的人数 对在六七十 日本八九十 美国都八十几 是 这台湾人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因为我其实蛮惊讶 说像美国这么重视自由的地方 一直强调政府不能干预的地方 但是他们 而且软体的自由度非常高 居然有六成八支持禁止 而且是四成三强烈支持禁止 其实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数字是有点惊讶的 虽然惊讶没有错 因为他们认定 这是一种国安层级的问题 他们认为国安层级的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讨厌 美国人为什么那么讨厌中国人 你知道吗 像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 中国人在美国的丑态 那不是那个食物银行 是给穷人免费领食物的吗 都是中国的大爷大妈去领的 然后当场 这个什么罐头 这个什么红楼坡罐头 不要东方给它丢地上 造成了 这个我们在中国常常看到 他们传回来的东西 因为中国人在美国造成的 那个负面影响 实在是让他们很厌恶 其实我常常讲 我们台湾人如果说 如果说台湾 就是说以经济上来讲 我们不一定 中国经济体量大 台湾经济不是优势 台湾的优势在人稳的素质 我一直跟我周围的朋友讲 我们台湾的优势在人稳的素质 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坚持 跟传给下一代的 但是中国人要进入文明跟素质的时候 还差得非常的远 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都是这样 出去不要强出头 小枪打出头鸟 他们一直跟家里讲 所以他们为什么说 去扶一个跌倒的老人 他会来额你钱 这种东西在中国居然被判什么 你扶了人叫他赔八万 那个法官说 不是你这样你干嘛扶他 这句话在整个中国闹 先翻天了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判决 让中国的道德倒退五十年 那为什么 你觉得他法官他有那么笨吗 他们想干嘛 他要造成你叫做分子化 他不希望你去帮别人 那个老人家跌倒你不要去帮他 因为这样叫做讹诈 他会讹诈你 然后人跟人之间就变得越来越冷漠 共产党最大的想法 就是把你人民分子化 不要让你有团结的想法 人家做到这个程度 做到这个程度 各方各面你去了解的话 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搞这种统治的 统治奴隶人民的 他们真的是一流的 听到这样就想到有评论人认为说 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到现在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只是变的样子而已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看 就是说中共国务院最近又抛出了 这个拼经济的说法 但是是真的吗 是真的本来说要向左转 是真的要改吗 另外白纸运动在中国大陆 似乎还有持续延烧的趋势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中共的清零目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 而在上海极端封城几个月的李强 在二十大意外入场之后 十一号所谓代表了中共国务院 出来重申所谓的两个毫不动摇 宣称中共五年来所谓 扶植民营企业的成就 为民营经济塑造良好发展环境 还表态所谓的二十大后 将持续推动民间企业的发展 扩大开放 但是这个调性跟中共二十大的报告 继续总加速向左转的趋势是差很大 也和我们过去五年看到的事实上 印象有不小的落差 那接着在12月起 中共的央行还将发行2022年的特别国债 高达七千五百亿的人民币 所以请教廖先生 就您在中国大陆经商的经历 您怎么看李强的说辞 他的说辞这样的说法宣示 能够拉抬中国的经济吗 那中共之前所谓的共同富裕 内循环成立了这个 最近搞了几万个供销社经济 加速左转 都还在做 方舱也还在继续盖 他看起来是似乎是暂时搁浅 还是他真的要停了 他可能真的放弃这些吗 他不一定是要停 他也不一定要直接下去 这个你要去先从习近平的个性 去分析 他是一个把路走得很极端的人 因为他是双子座 因为现在开始很多人讨论 我在好几个月前 在我的YouTube 我都讲过这一段 但现在很多节目 也开始在讨论他的个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他是两个极端 所以他清零风控 他会走得很极端 你觉得他好像很狠 好像是一个很坚毅的人 但是不是 他有另外一个个性 一打就趴 所以白子一动一出来 瞬间瓦解 这是符合他的个性 符合他的个性 所以说这种人很危险的地方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理念 他会看情况 今天的局势怎么样 他就怎样走 所以说对待这种人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拳头比较大 就是你未来的 人民也看懂了 你看到习近平没有我想那么强 因为他妥协了 这是妥协的一切千里 是不是叫一切千里 不过看起来之前已经花了很大量的钱 地方已经撑不太住了 有点在对防疫躺平了其实 但他前一天还是金姐要清零 后一天突然说什么都解开了 这是个性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人没有那么恐怖 就是这个人真的不是一个意志力很牵定的人 所以他很多事情你可能常常会看不懂 至于你说经济的问题 中国现在全面减薪你们可能不知道 中国现在公务员全面减薪 然后事业单位呢 很多省份他告诉你 不要低于基本工资就可以了 所以工厂减薪没有问题 不要低于基本工资 我举个例 我东莞工厂的功能 大概五千块一个月最低了 你知道东莞的基本工资多少吗 一千九 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来减薪减薪 每个人给你们两千块工资 他都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企业外移的太多了 已经都跑光了 他们也不好打工了 当这样你说这样的一个国家的经济 还能够有什么 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官员 最恐怖的一件事 你们都没有人去谈到这个 倒查三十年 共产党没有一个官员不贪 相信我这句话 共产党他们中国人自己讲了笑话 全部那些枪毙没有一个是冤枉的 但是他开始在抢倒查三十年 而且在做了 所以每一个官员 其实现在心惊露跳 他把全国变成一个很恐怖的社会 以前好像说我割人民的韭菜 我割中产阶级 我割富人 官员不会 那个是我们自家人 体制内是我们自家人 他现在开始连自家人 他们认为自家人的钱都要搞你 看他经济到了什么程度了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我一直讲 政治是一种博弈 西方的政治是王权跟神权的博弈 要不然是王权跟资本的博弈 中国这两种都没有 因为没有信仰也没有资本 资本都被他搞掉 所以共产党只有什么跟什么博弈 只有派系之间的博弈 但是他今天开始搞这个东西叫什么 第一动到富人 第二动到体制内的人 这个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博弈的开始 人民其实在中国人民是没有能量的 除非说你全中国人都一起涌出来 但是很难 所以那个白子运动的能量 还不如他现在要倒查30年 所造成的对富人的影响 对体制内的影响 我认为白子运动有某些因素 是这些人推出来的 中国人很少说一口气 我常常讲嘛 河南是粉红跟五毛都重在去 你说河南人会去抗暴 我还真不太相信 但这一次这么多人出来 有很多很深层的东西 可以值得去讨论一下 甚至说他们可能就是看着 我就不干预 也许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也符合他们的意愿 就是这样啊 而且很多背后人家 有多少人在support的 你可能我们都还看不到 我们继续看到这个白子革命 在海外持续三个星期 在一些国家的中共大使馆间 都还有抗疫的人潮 那12月12号这个晚上 中国大陆最少有五个省份 福建 江西 江苏 四川 云南 至少有六所的大学 爆发了学生抗争 那其中大部分是 医学院校的研究生 要求同工同酬 那其中有些需要妥协 有些需要镇压了 那这是否就是 也许也许白子革命的 启发跟延烧呢 因为呢 这个白子的诉求 可以从抗疫极端的防疫 喊出共产党下台 这张白子呢 其实你可以写上任何 你的自己的心声 因为中共是 什么都不让你抗疫的 所以就算我要抗疫这件事情 本身就具有它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往请教 邵先生怎么看 您觉得白子会持续 扩大延烧的各种议题吗 然后再来说 一般认为呢 白子革命导致中共的停止清零 不过呢 中共现在一手在反扑 秋后算账 一手还在继续的 大概方舱 然后还发行 7500亿的 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那看起来好像 政策上也没有认错 也没有明白的 就是说 停止清零这几个字 好像也没有那么明白的讲 只是说 好像说 大家觉得好像看起来 就是放松清零了 你觉得未来清零 或是换个名字 可能会换它不换要的 这种极端的防控 或者控制会又再来吗 习近平他会不会秋后算账 他是一定会秋后算账的 但是他会做到什么程度 还是要看人民 到底这一次 他还能够集结多少能量 这一次其实很多人 最大的惊讶是 我没有想到 中国有那么多清醒的人 能够激发出这种 这么多人 对习近平来讲 是个很大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还说 还有很多刚刚讲的 倒查三十年造成全国 体制内人的恐慌 然后他又要去打那个富人 马云什么 马化腾这种 他已经把全中国都得罪光了 全中国只要中产阶级 不要割完韭菜 富人他现在搞富人 体制内他现在又要倒查三十年 整个中国对他的反对的力量 那现在叫做铺天盖地 习近平他只要有机会 他一定会跟你清算 但是他还有没有机会 这个就看中国人 所以我一直跟中国的朋友讲说 中老年人要站出来 要站出来 不要让你们的小青年 去前面送死 革命没有不流血的 留谁的血 留你的血 还是留你孩子的血 但是我觉得 中国人这次真的 真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他们夸则习近平 根本就没有那么强 根本就没有那么什么 坚强的意志力 我要坚持到底 其实他是会妥协的 这个事情很重要 这个是在让反对他的人 是个很大的鼓励 很多人觉得说 真的可以试试看 不拼不行 因为随时 倒查三十年 我三十年前贪污的钱 他现在都可以挖出来 不安全感会把人 让人去走极端 他让整个体制内的人 处在严重的不安全感里面 未来这个极端会怎么走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东西一定会爆发出来的 哪有人这样讲 法律都是既往不救的 倒查三十年 这句话是真的会把那些贪官给吓死的 你知道吗 中国哪有不贪污的官员 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清楚 而这个你又把你所谓的 公务员体制内的人 是你最强大的党卫军 是共产党一直都在收买这些人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宁愿 宁愿回老家去进入体制 一个月拿两千多 不要再东莞零五千块 他们认为进入体制吃公粮 这个就是光荣 这个就是保障 所以共产党也确实对这些体制 特别特别的优惠 我上次讲他们不光是工资 他们很多什么的福利 几节的福利 什么三天两头 什么补贴什么东西 所以说公务人员的工资 反而不是很重要 而是补贴那些额外的权利很重要 所以中国人很愿意进入体制 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 台湾人不愿意当公务员 中国人是以进入体制当公务员为龙 还是光中耀主的 你今天把你最大的党卫军 是不是要给他倒查三十年 而节目最后我们请廖先生 为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 所以说前天我去公事 参加公事的节目 它是一个全英文的节目 当然我是我也听不懂 我是戴耳机的 有二十几位大学生 在一个学生中我说 如果到中国可以有三倍到五倍的工资 我也想去 我在讲这句话 我跟台湾所有的同学朋友讲 你如果是台积电的系统工程师 或者是联码科的高级工程师 人家才有可能用三倍五倍的薪资来找你 如果你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我告诉你你就留在台湾 中国现在自己有九百 它一年有一千多万的大学生毕业生 然后大概只有一百万能找到工作 他们自己还有九百万人在失业 中国有很多大学生硕士生在送外卖 在送快递 这是他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真的这个人数非常高 比如中国的失业比台湾还要严重一百倍 所以说中国是一个下降趋势 台湾是个上升趋势 如果你在台湾都找不到好工作 你不要想去中国找 哪怕台商的台干 我告诉你 以我们台商找台干 比在台湾找干部还要严格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本事 不要想去台湾 去中国 好 我在台湾就可以 因为台湾是个上升趋势 你在一个上升趋势的国家 才是你该做的 到一个下降趋势的国家 对你也是噩梦 去也是白去 是 好 我非常感谢 由廖静章先生的分享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邀请大家尽快地加入新平台 干净世界 好了 新闻大破解 每周三我们再见 谢谢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